紅羽龍 我覺得紅羽龍是一個很自私很自我為中心的人 他是跟五月女有很多 糾葛跟糾纏的角色 推到一個極致的話 你可以說他不在乎別人的感受 然後一方面他也是很好的領導者 像孩子王 所以他才會是他們那一群 眾多好朋友裡面好像異見領袖 有什麼的我要是有一個紅羽龍這樣的朋友 我應該蠻快就會跟他倔强的 對